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回到现场 我们继续来探讨 我们像暑假开始了以后 我们很多的孩子 对一放松 好像一放假 好像轻松了 那什么事情可能都可以 像我们业议员一样 有那个叛逆行的 都会来 这个东西 不过我们业议员 你看他叛逆行 完了又他可以当议员了 那这样我们加着议员也一样 那事实上我们要请教一下 警察局的高组长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说在每一年的暑假 最容易发生的事情有哪些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孩子 如果用强制的限制 他到底效果好不好 就是告诉我们一些 目前暑假 常常会发生的 有哪些状况比较多 因为青少年在 属于这个期间 有时候爸妈妈不在 他有时候三个好友 就是自己骑回摩托车 但是还没到那个考照的一个年龄 他就想出去多轰一下 耍帅一下 那无照驾驶跟飙车 是最常见的 那第二种类型就是 现在的年轻人血气荒钢 经常为了因为感情而 产生一个 激动多祸的一个现象 那这种现象 光气冷 气冷激动多祸的话 我们仅仅大概总共有十件 其中有五件 就是属于感情因素 所引起的一个激动多祸 那为什么这个青少年 那么容易发生这个激动多祸 因为现在的通信能力太方便了 你只要有事情的话 在租车云上一坡就让人来 让人来 你不来的四个五个 很多啦 都很常见 那今年这个部分的话 近年总共设理六线 这六线完全都是 都是因为感情因素 引起的国家 口角 然后产生一个激动多祸 那有关这方面 警方非常重视 那我们都 只要一发生的话 我们对于优势警力 马上到现场 把这些相关人员 来带来做一个处理 那我们南投县 是唯一没有 临海的一个县市 但我们在我们整个南投县 有太多的好山好水 那我们跟 野兴特别多 那这些野兴 大部分都是属于一个 危险的一个水溢 那我们根据这个 相机一个统计 光往南投县的危险水溢 大概有128处 就是我们高中长 大概告诉我们 就是一个三番交通事故 还有因为感情因素 然后去打群架这些 还有可能会造成 更严重的伤害 那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游泳溺水这部分 那另外一个 主要里面讲到一个 就是说他们去 譬如说他们要攻读 他们去求职 这部分 最怕的是 现在有一些有心人士的话 就是比如说诈骗集团这一类的 他会用一些广告 让一些广告 当中一些 不用经验 不用协力 那日领 日领 日领这个数千年的一个现金 那 让协生星人看起来很诱惑 他会诱惑到这个 怎么那么好赚的事情 那事实上 有一些 他最主要是要骗你 他会用一些借口骗你说 如果这个钱 这个钱 有时候可能会需要一些证件 或是需要你去办一个 比如说银行一个存折 提款卡之类的 或者是帮你去提领 那是所谓的车手 帮差别人去提领 到ATM去提领一个现金之类的 那大部分的 很多的青年鞋子 都被这个金钱所诱惑 所以容易 调入这个现金 那一般的 你新的一个 青年鞋子的话 可能就会被骗到 这个 这个坐台赔酒 网路员交之类的 所以这个是很 很容易见到的 但我们是尽量 尽量鼓励 尽量鼓励 如果你要打工的话 最好是到这个 有私底 有私底店面的 比如说这个超商 介货站 那个麦当劳之类的 这有劳保的 比较安全 就这些 我想其实很多打工 在青少年这部分 他们都需要去说 自己打工赚一点钱 所以他你才会想说 我也来去兼职打个工 那在这样的部分里面 求职里面 他的现金是蛮多的 好 那我们再请教议员 就是就您的 您过来人的看法 就是年轻过 然后过来人 从刚才我们检察局 高长讲的 这些一个问题里面 您有没有特别的看法 在我们含令高中的时候 国高中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种广告 其实我们都会很心动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分辨 他的真伪跟是非 毕竟心智还不够成熟 那现在我刚才提到说 现在的网路世界资讯又那么的丰沛 我认为 纵使是警方要杜绝这一方面的讯息 应该也都很困难 那么要如何去让高中子国中的学生 他在暑假的时候 特别是他想要打工的阶段 能我们来好好的 来宣导跟教育这些小孩子 我觉得这个很大的一部分 就落在学校跟家长的身上 我认为所有的家长 你有这种青少年的子弟的时候 自己都要特别的当心 要去做这个一个宣导 跟耳庭面密的工作 那么学校更是 没有推卸的责任义务 我当然相信 学校一定这个方面 他们一定会做的做得很好 那其实总归一句话 外在的诱惑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那除了一而再再而三 我们不厌其反的来 持续的来跟他们做宣导以外 我相信其实也没有其他的方法 那特别是我觉得 小团体小团体这应该是很有效 什么叫小团体小团体 就其实 小孩子他不会听父母的话 不会听师长的话 大部分在叛逆的期间 他会听同学的话 听同才的话 小团体小团体就是说 可不可以借用那种 同才团体的这种 影响 对对对 良性的影响 有一个同学比较好 或是他比较懂事 大家来讨论 然后让其他的同学 也知道说其实 这是不能做的 其实现在医生很聪明 他其实很清楚能分辨说 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但最怕就是说高组长所讲的是 所谓的有心的人士 他那个糖衣帮你包装的很好看很好吃 可是他里面是有很强大的陷阱跟诱惑 这个部分是其实我们要比较关注的地方 是 所以其实刚刚议员所讲的这部分 我觉得在青少年暑假 他们去打工的部分 真的会遇到很多的陷阱 尤其我们在报章杂志上常常看到 所以在暑假开始的时候 我们对青少年这些宣导的部分 我想不晓得学校怎么做 警察局有没有怎么去做这些宣导 等一下我们再来请教各位 那就 就刚刚警察局所讲的这些问题里面 家者议员 您怎么看这些状况的发生 怎么样去预防呢 我觉得尤其刚刚这个高组长也有提到 就有关这个暑假打工的部分 其实有一个重点 就是假如说发现这个工赌的这个机会 他这个薪水看起来非常诱人 通常这个就要特别小心 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真的或假的 但是我们常讲一句话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真的纵使你真的不管有任何的困难 我建议这些学生小朋友们 还是这个有任何的问题 多跟自己的爸妈 或者是阿公阿嬤 甚至是学校老师讲 我相信大家都会 这个适时的给予最 立即的帮助 不要因为自己有一些 小问题或者小过错 然后因为害怕大人的责备 然后你不敢讲 反而你自己想要尝试去解决 然后可能反而掉入更大的陷阱 那所以这里我也要提到 就是说家里的这些家长们 真的是 当然很多朋友也有这种 国高中生的这个小孩 他们也常常很无奈说 他们讲的话可能小孩不一定要听 但是这个家长真的是有这个责任 跟这个必要 多留心自己小孩的生活作息的一个情况 当然你问他 他一定几乎是不会跟你讲说他在干嘛 但是你发现他的这个作息 或者是说他这个回家的时间 我相信这些蛛丝马鸡 都可以看出来一些异常 那家长当然以现在这个生活压力非常大 双心家庭 大家为了生活打拼 但是毕竟小孩的成长就这么一次 真的多留心在自己的小孩的这个作息上 真的是有必要跟有需要 那另外讲到这个暑假 真的很容易小朋友 这个因为去玩野稀 或者是碰水的部分 造成了一些意外 像我们自己家 家中这个父子辈也有因为玩水 发生过事的这个情况 真的是造成这个全家很大的伤痛 当然我们在这里 跟小朋友说你不要去玩水 我觉得这个也禁止不了 但是我在这里也可以先提一下 我们的这个南投市的这个限利游泳池 他每次暑假都有针对这个学生 有这个优待优惠的情况 那另外就是小朋友也是要有 这个高度的意识 我相信这个可能在学校 或者在网路上都有看到这样的新闻 有时候我们常常看 这个吸水看起来很安全 可是你实际下去的时候 他可能暗藏 因为他地形的关系 暗藏了这个漩涡在里面 或甚至因为这个午后雷震雨的关系 你可能在下游你觉得天气很好 这个吸水很平静 可是上游可能是已经做这个 已经这个雷霸雨 然后他这个大水下来的这个速度很快 我想这部分都是要特别去注意 特别小心 那这个当然千讲万讲 小朋友不一定听 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跟所有的学生讲 平常真的多留意一点心 保护自己也保护你的朋友 我相信大家就会过得更开心 是是 其实我们大概都以众心肠的 每次都告诉我们的家长或者小孩子们 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比如说求职 我们看到了 那现在宣导上面有什么 五不为三必问五必看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宣导 但是孩子针对这部分 到底他会去了解多少 是有限的 所以同才之间的一些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我举个例子 我曾经是青少年的官夫人 我曾经辅导过一个青少年 我们就发觉到说 他周边的人对他的周边的孩子 对他影响是太大了 那孩子不是很坏 但是他就被牵着鼻子走 然后犯了法 然后青少年的就是变成我们的官夫人去官夫 然后去协助他 后来我们才发觉到说 如果你多一点点爱心 或者多一点关心 他不会 他会导证的 所以我们发觉到说像这样 刚才叶月圆说讲到一个问题 就是同才之间有没有办法 在暑假快开始的时候 我们学校把这些同才聚在一起 让他们去丢一个题目给他去讨论 让他们去了解 让他去学习 这样子的状况 学校端有没有可能这样做 学校端会利用 透过辅导课程 或是利用一些竞赛 来做这种角色的扮演 或是一些话剧 以及情境的一些模拟 让学生自己去扮演里面的一些角色 因为你在做一个情境模拟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团体 他们彼此会揣摩那种心境 实际上去体会那种感觉的话 我想对孩子而言 在打工的陷阱 或是在遇到一些自己抉择模拟的时候 有机会去做一个判断 老师也从他们的一个扮演中 来给他们做一个 当你遇到这种情境该有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做法 我想这个学校在平常辅导课程 或是在透过那种竞赛型的话剧表演 或是我们学校有办的那种角色扮演等等等 把这些融入在里面 让对孩子实际体验 包括演的人 包括看的人 都有共同的一个受益 在真正遇到的时候 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就像我们现在讲的 我们光用文字 光用先生口头讲都没有用 实际的让他去参与 让他感觉到了 这东西是危险性的 因为危险在哪里 我想学校当然也做这一部分了 我不晓得的时候 就迎北国中有这样做 有没有全县的每一个学校都有这样做吗 在我们学校的话 我们有做这种话剧表演 也有做这种角色扮演 然后在辅导活动里面 就是让体会这种类似诈骗 等等的相关的一些情境 其他学校我们在县府在教育处 都有做这种公开性的这种研习 喜欢把这个研习的内容带到各校去 我想各校都有做这样的一个办理 这个里面刚刚有特别提到的事故里面 我们在学校端 现在目前每次开学 问题比较大的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些诈骗 还有交通意外 或者溺水意外 其实现在学校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网路成瘾 还有这个网路教育 这个我们在几乎现在国中端 每次开学 这样这么长的一个假期晚 都要常常处理这种网路成瘾的孩子 因为根据调查 现在平常的孩子八成三都有在上网 周休二日有七成一左右 大概都会上网 在这有一成左右 大概上网的时间会超过六小时 所以这网路成瘾 已经慢慢成为现在青少年的一个 另外我们刚刚讲的这遇到的 另外一个大问题 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目前遇到的这样的孩子 都不太喜欢来上学 因为学校的相对的教材 比较没有 枯造无畏 要把它从网路成瘾这边拉出来 学校要花很多很多的一个时间 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利用这个场合 提醒所有的家长 你在孩子放假这一段时间 一定要跟网路的一些规范时间 一定要跟孩子谈妥 也要多关心孩子到底上网上到哪一个节目去 除了成瘾以外 还有里面的一些网路分级 现在不是很明确 还有里面的一些交友的一些状况 很多都是被炸彩又炸射的 再加上的话 这里面有个资的问题 所以这个 利用这个场合也要跟所有的 南投县的这一些家长们 好好的一个提醒 不要到开学都已经来不及了 我想校长真的是了解到学生很多 都希望说把它提供出来给我们的家长 也能够去了解 好 主长那针对毒品的部分 在暑假期间严不严重 暑假期间的话 往年的话我们在暑假期间的话 都会是所谓的清燈专案 那清燈专案的主组 最主要就是对这个青少年 这个气毒的部分 气毒还有就是说这个 他的药的一个部分 这个是我们一个 侦查的一个主力 那今年在警政的部分的话 我们有一个重点就是 防治儿少这个 涉毒的精进策略 那这个策略大概有三个面向 那第一个面向就是针对这个中措生 因为中措生平常都不在学校 那暑假的话一定就死去跑跑跑 那我们就想办法去把这个 中措生把它找回来 那找回来的话 这个是加强先行这个中措生 那第二个是针对未成年 一个吸毒的一个青少年 我们来加强做一个查查 这个是第二个主组 第三个主组的话 就是在公共场所 如果我们在林检或是路检 公共场所如果有盘查到 这些人的话 我们会把它造册 把它列为一个关心人员 那关心人员 也有没把这个相关的一个资料的话 我们就分享给其他相关一个网络 那我们来做一个获悉一个追踪跟辅导 那这弊本这些 这些中措生分 这些 而这个未成年的部分 来继续再 再染毒 另外的话 为了防止这个 毒品这个 流入这个事变的话 我们在暑假期间的话 我们有一个 跟配合这个宣伍各级出来 办了一个所谓的联合机查 那联合机查 包括相关一个消防建管教育 学校教官 卫生局等等 我们就大型一个扫荡 扫荡一个临检目标 跟临检一个场所 那这有这种大型的扫荡的话 都尽量防止这个毒品来 流入一个事变 大概是几个变相 所以大概我们警察局的部分 都有做这方向的去处理 那我们觉得就是说 今天我们的是希望说 从学校端 或者我们的家庭端 能够去预防 事件的发生 不要到警察 警察单位出面的话 我想那时候就比较麻烦了 对不对 好 那我想 待会也要请教大家 就是说对暑假 要特别特别注意的哪些 再请教各位的看法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不要离开马上回来